燕青救了卢俊义 主仆二人本想奔梁山逃命 哪知道 方出龙潭又入虎穴 原来啊 他们住这个小殿堂 早就接到官府的通知了 知道卢俊义逃跑了 因此下了通缉令 谁敢包皮啊 一旦不举发 有时减点 把命就得搭着 也不怪这掌柜的脑皮薄 他一看 一个小伙子背着个罪犯 就猜到是卢俊义 因此 他抽了个机会出去 到本地的巡检司报了案了 这巡检司的人 文讯马上集合人马 二百来号 就来到小殿堂 幸好这燕青啊 出门张望 没在屋里的 燕青抬头一看 来这么多人 就知道形势不妙 有心回去救卢俊义 已然不及了 这怎么办 他正在犹豫的功夫 这些军兵是破门而入啊 燕青一闭眼 弯了 弯了 眼睁睁瞅着 这伙人把卢俊义撕脱出来 马上捆上 奔北而去 燕青为什么不帮忙 他没敢 燕青是个精细的人 可不是危到必见 他要是怕死之徒 能救卢俊义吗 他看眼前的形势啊 好汉架不住人多 双拳难敌四手 人家二三百号 我就孤身一人 救不了老爷 把我还得搭上 卖一个搭一个 那留下呢 我另想对策 好救我的主人 所以他没敢过去 因为天黑 他可以藏身 也没被人发现 暗下官兵 把卢俊义带到大明府 咱站起不提 单说燕青啊 找了个没人的地方 一盘算 事到如今走上了绝路了 干脆 我一个人上梁山求救去吧 如果在此期间 我家主人遭了毒手 这也是食也 运也 命也 我就是尽人事 听偏命吧 燕青一狠心 敢奔梁山 他知道梁山在哪儿吗 不清楚 反正奔山东 边走边打听呗 这回可苦了燕青了 身上是分文皆无 有点散碎钱 还有两件衣服 卢俊义的 都在那殿房 也不敢回去取下 出来的匆忙 没带着钱 这一路之上 喝西北风啊 所以燕青啊 饿了 勒紧裤腰带 喝了 找个喝沟 就捧口水喝 就这样坚持了两天 饿的是眼前发黑 双腿发软啊 这就应了那句话 人是铁 饭是钢 一顿不吃饿的 不吃饭能行吗 燕青心说 这样下去 我怎么能到得了梁山呢 哎呀 这可如何是好 后来燕青就琢磨 良心丧于困地 没办法了 我呀 节道得了 万一碰上有钱的主 我就弄俩钱 最好 问明人家的家乡住处 将来有机会 再报答人家 这也不算我缺德呀 我实在没办法了 往天壁共见 想得这 燕青又勉强走了 一里多地 一看 这是个狮子路口 来往的人 都得在这通过 旁边有土毛的 有小树壳子 他就躲到树壳子里边 就在这静静地等着 有没有人通过 真有 一开始有个老头推车 车上有个老太太 还俩孩子 那穷的呀 都拿不起个儿来了 燕青看得清楚 他比我也强迫到哪儿去 这种人我不能接 眼瞅着过去了 第二波 是个挑挑的 一头装着破衣服 一头也挑着个孩子 像是个逃难的 燕青一看呐 眼泪好像没掉下来 就这样的人我能接吗 哎呀 这怎么办呢 等啊等啊 盼啊盼啊 哎 这回机会来了 从这大道上来仨人 离这远也能看出来 两个高个的 一个矮个的 田凶迭度 甩个大刹 走得都挺快 穿衣戴帽 不像平常的人 都携背着包袱 燕青一看行了 这肯定比较有钱 别看你们仨 我也不在乎 回头一看 地上有一截 折断的树枝 有赶面杖粗戏 他把他抄起来了 这是临时的家伙事 把小甘树枝 绝巴绝巴 在手中一拎 当当 哎 到了金钱了 就见这仨人 一句话也没说 眼睛发直 奔大明府的方向 刚到狮子路口 燕青挣扎着 从树毛子里头爬出来 揉一声跳到当街 把这根树枝子一横 高声喊吓 呆 站住 那边说你说错了吧 不高声喊吓吗 是啊 想高声喊吓 饿得没劲了 高不出来了 也就这声 这是顶得天了 这仨人就一愣 哥们兄弟 干嘛呢 光天化日 遇上吃老行的了 这仨人不但不吃惊 反而大笑 哈哈哈哈 那矮个子 往左右看看 二位哥哥 你们看看热闹 我来对付他 行行行 反正我们也走累了 我们看看热闹 那俩大个的 背着手的 抱着肩膀的 在旁边看哈哈笑 这小矮子 晃着螺圈腿 舔着草包肚子 来到燕青的进前 哎呀 撇着嘴 翻着眼皮 上一眼 下一眼 打亮燕青 那燕青啊 可以说是水湖传里的 第一美男子 小伙儿咋得漂亮 可现在不行啊 落了配了 医生破旧 跟花儿乞丐 没甚区别 那脸多少天都不洗了 满脸的滋泥 蓬头垢面 再加上吃不着东西 睡不好觉 那气色能好得了吗 往前一站 拿个树枝 就好像一个乞丐发疯相似 这就应那句话了 人配衣服 马配安啊 多漂亮的人 也得化妆 也得装饰 在人前一戳一站 光彩照人 那落了配了 不羞逝 偏让之别呀 这小矮子看了一看 鼻子眼哼了一声 哼哼 我哥们 干什么呢 穷疯了 想要劫道不成 正是 腰里有言字 快给某留下 要听了我的话 一滴勾销 没有话说 你走阳关道 我过独木桥 各行其事 如若不听 你来看 一甩嘎巴 树枝还蛇了 这小个子一看呢 乐得肚子疼 有趣 有趣 明白了 明白了 你的确是接到的 啊 缺银子 想银子 想疯了 老爷我身上 别的都没有 就是有银子 看着我背这包没 那有黄金一百两 能把你馋死 我纳闷啊 就你这德行 你还想劫道 你凭什么呢 就凭你手里这家不事 慢说打人 打鸡都打不死 这不是可发一笑 稍说废话 那名来 这眼睛晃晃悠悠的 往上一扑 心里想 我是花拳绣腿 就手里没家不事 我打你也不费劲 他想的倒挺好 但是身体不给他做主 他往前一扑 有点猛了 就觉得天旋地转 眼前发黑 哭通 就趴到道上了 顿时是失去知觉 那小个子吓了一跳 蹦出多远去 低头看了看 哎 怎么个差 我没趴下 你先趴下来 耍什么死狗 起来 叫了两声 没反应 在他后面 那俩大个也过来了 哎 等等等等 他不像装的 肯定是昏迷不行的 仨人呢 围拢过来 就把这燕青 招起来 掐他的人宗 活动他的四肢 按心词 做人工呼吸 绝不了好半天 燕青才梳醒过来 啊 看谁都俩脑袋 眼前发黑 阵阵昏迷 浑身冒 虚汗 一点劲都没了 喘了几口气 他这才说 杀了我吧 要了我的命吧 我不想活了 那矮个的乐了 嘿嘿 我楼一尚气 贪生 何况是人 我说火钱 你怪有意思的啊 就你这德行 你还想接到 看得出 你是为事情所迫呀 你不像个坏人 怎么了 你得什么病了 有什么为难招宰的事情 尽管跟我们哥儿仨说 我们这些人 都是心肠热的 肯定能给你帮忙 是啊是啊 那俩大个也点着点头 燕青头脑比较清醒啊 就是饿得没劲了 平话平音 哎 难道说我遇上好人了 要一般的人把我臭揍一顿 还能管我吗 这 干脆我就说吧 三位啊 良心丧于困壁 我没有穿自路费 我想救人 赶本 煽动 但是 我没钱 我没吃饭 缺少盘穿路费 所以我才 接到 反正话说的 虽然语无伦次 意思交代清楚了 仨儿彼此看了眼 你上山东哪儿去求人去 水波凉山 水波凉山 你认识谁 谁我也不认识 就谁 就我家主人 你家主人是谁 河北玉其林 卢俊一 谁 玉其林 大水冲了龙王庙 一家人 不认一家人了 我哥们 你叫什么名 浪子 燕青 我是卢俊一的家人 他把我收养 长大的 啊 好了 知道我们仨谁吗 素不相识 我哪里知道 嘿嘿 跟你识说了吧 我们仨人 就是水波凉山的头领啊 那矮个子用手一指自己的鼻子 看着我没 我叫矮脚虎王莹的便是 这二位是我哥哥 并观索杨雄 判命三郎 石秀 是也 哎呀 我可见着各位头领了 莫非再做梦不成 不是不是 这是真的 呀 看你这样少气无力 你真饿坏了 咱先找个地方吃点东西 然后详谈 他们浮起燕青来 咱哪儿去 找吃饭地儿 不有的事吗 他们往前走了一城 越过一个山坡 哎 果然 有个小村落 进了村一看 真有电房 找了那么一家 耗着间房子 挨脚虎王莹就告诉掌柜的 快 先给准备吃喝 老爷们饿鸡了 哎 现成的现成的 有什么现成的都快拿上来 哎 快 哎 是了 掌柜的能不高兴吗 这可见往上端 肉卤面 大包子 干饼 熟牛肉 拌豆腐 小米粥 馒头 一样一样就端上来 满满地摆了一桌子 这三位也饿了 陪着燕青是狼吞虎燕 燕青也搭着年轻 也真是饿透气了 您说吃多少东西 两大碗打卤面 六个馒头 三张大饼 一斤牛肉 都让他吃了 顺便还搭了两碗小米粥 等吃完了你说邪门呗 顿时就有劲了 要不怎么说人是铁 饭是钢呢 像那火车头有劲 你不给他加燃料能行吗 就好像充电似的 这回充满了 眼神也不一样 头发也卧下来了 脸上也现出红润来了 这三位也吃完了 吩咐把残袭撤下 仨人这才问 你叫燕青 正是 说说怎么回事 三位凭我从时到来 是这么这么这么 这么都回事 仨人都听呆了 要这么说 炉原外可够呛 是啊是 燕青眼泪掉下来了 这回二次将人给抓住 恐怕生命是有危险了 我由其心而无其力 故此赶奔良善求救 三位也快帮我想个主意吧 我燕青啊 你也不必太难过了 现在是谋事在人 成事在天 尽人事而听天命的 咱这么办 我的意思啊 咱分兵两路 你看这矮脚虎王鹰啊 鬼点的还挺多 二位哥哥你们听行不 咱哥仨 直接赶奔大明府 探听虚实 能得法时 就救出玉其林卢军 实在不行 等候援兵 让燕青呢 辛苦一趟 直接赶奔良善报警 咱兵分两路 怎么样 行行 燕青当然是高兴了 那我也不认得良善 具体在什么地方 行 我给你画个图 告诉你找谁 挨脚虎王鹰 详细的把路线 告诉了燕青 告诉燕青 先找赤法鬼 留堂 而后找谁找谁 怎么走 怎么走 燕青多聪明 脑子里画了张地图 牢记在心 王鹰把包 截下来了 从里边 取出五十多两银子来 交给燕青 小兄弟 这点钱 足足够用 你带着他 马上就起身 啊 我们先上大明府 要如实甚好 我拜托三位 逃领了 就这样 吃完了饭 他们连住都没住 兵分两路 各自行事 那位说 挨脚虎王鹰也好 叛命三郎 石秀杨雄也好 从哪来 从水不良山来 奉宋江和军师之命 赶奔大明府 也为卢俊逸的事 你说想收这个人呢 不太容易的 那不是一般的人 费尽了周折 咱们也说过 军师无用 定了个计划 第一步怎么走 第二步怎么走 等等等等 但是难免这个计划 出现偏移 计划的事 跟事实有出入 有防范不到的地方 所以宋江和吴用 派了许多弟兄 陆续赶奔大明 挨脚虎王鹰 石秀杨雄 也是其中之一 他们还得保护 卢俊逸的安全 那么 燕青走了 咱不说 单说他们仨人 一边走 一边商议 救人如救火呀 咱们分析着 卢俊逸 十分危险 要等梁山弟兄 再来了 恐怕来不及了 他们仨着急呀 简短揭说 没有两天的功夫 进了大明的 进城门洞的时候 得检查呀 站住 干什么的 我们做买卖的 有鹿眼吗 有有有有 汪英峰怀了一身手 把鹿眼拿出来了 石秀杨雄也拿出来了 往前一地 请大人过目 人家看了看 果然是商贩 有地方官盖的大印 因为当时啊 有的地方 他也检查 出门在外 都得有鹿眼 还有一种说法 叫官屏 还有一种说法 叫鹿条 证明你的身份 那个年月没有相片 就凭着一写盖个印 真的假的 也分不出来 其实假的也不少 梁山经常派人下山 所以这鹿眼呢 不能少造了 主管这个事的人 姓裴叫裴轩 写字写的也好 仿造仿的也好 专用大萝卜刻印 跟那官方一般不二 尿手培轩呢 就在梁山干这活 所以他们哥仨身上带的 都是假鹿眼 其实这造假 不光是现在 在大宋朝 就大兴其道了 闲言少许 把门离开 没有什么破绽 进去吧 是是是是是 仨人顺利的 混进大名府 心说找地儿咱得住去 然后再打探 龙俊义的信息 他们不敢住繁华的地方 哪背上哪去 就走到西关里五牌了 一看这有殿房 就在这儿 先进的王家老殿 刚一进殿房 掌柜的说了 三位住多长时间呢 这不一定啊 我们做买卖的 多在买卖 做成钱到手了 我们才能走 怎么 你还怕住吗 非耶 我们昨天接到官府的通知 我们这一带的殿房 禁止接纳客人 这玩意你们来的节骨眼上了 是吗 为什么呢 哎呀一言难尽 我们这五牌的往前走 叫鬼市 那是新厂啊 明天要杀人出大差 故此不能接待客人 杀谁指的 怎么不知道 鼎鼎大名的卢俊义 我这一带来说 感谢观看